各位大師好 我們現場還有我們張華縣文化局 張雀芬張局長 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有這麼一個辦法出來 讓我們真的很方便 我們文化局自己編列預算用很快的速度 把我們張華縣境內的我們的國寶大師 我們所有的工藝之家全部一併都建立起來 在這邊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鄉親 都能夠工藝之家來欣賞我們大師他們的一個作品 這個也能夠透過這樣 來提升我們特色工藝品的一個形象 帶動一個觀光 感謝我們網線站可以一直推動 我們六港的觀光和文化 尤其我們六港的觀光能潮非常的多 一年比一年更多 很多來到我們鹿港旅遊的很多的觀光客 還有旅遊的好朋友 我們依依很喜歡來造訪我們的工藝大師 因為來到六港就是我們六港尚一個開放式博物館 那在這個開放式博物館裡面 形成很多我們公藝家 那很多喜愛公藝的人士們很想到府上去拜訪 但是都要透過他們的詢問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指標做完可以說方便於我們鹿港 很多來到鹿港旅遊的可以登附 造訪我們的工藝這些大師 可以讓他們還在裡面 尤其我們鹿港是一個人文會出的地方 所以在鹿港有很多的工藝大師 那個台灣工藝之家 跟這尊我們 剛才有170個 我們眾法官包括 我們以久的吳敦厚大師 17個 17個 那17個裡面 我們大陸港地區 佔13個 其他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柯景中老師 跟我們那個董祖老師 還有蔡榮雄老師 還有蔡榮雄老師 都17個 所以大家知道說 二十幾個鄉頂 二十幾個館市 我們這樣就這樣 那是不簡單 所以我們中法 是一個人輪會出的地方 是最有公義屬性的地方 因為我們有第一名的館長 有最認真的館長 那我們的指標 一般是不太簡單 張華縣 全國第一 讚 讚 讚 好了我們再一次 張華縣全國第一 讚 好那右邊這邊 老師的右邊 鈴鐺 鈴鐺